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嘉嘉 對於一些埋頭虎讀的學生歌來說 一本精美的作業寶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想想,在讀書好枯燥的過程當中 見到自己本作業寶的印花很漂亮 和紙張又非常之結白的話 讀起書來都會特別之賣力 但最近有報料人跟我們說 這個作業寶引起了非常大的麻煩 到底什麼回事呢?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哎呦喂,兒子,你怎麼做也這麼乖啊? 是 寫字啊,還不錯啊 你看媽媽講義你 我特地從路邊她買了這個作業的 你看這封面多好看啊,是吧? 你看這裡面,這紙又亮又白的 還會反光啊 嗯,來,我們不用這個做作業 黃沉沉的,是吧? 你出來寫啊 嗯,好 嗯,瓜,這對寫作業,媽媽去做飯啊 嗯,好 嗯,好棒啊 啊,媽,我眼睛好痛啊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突然你眼睛疼啊 不知道了 你是不是頭懶了你啊 我沒有 眼睛疼 嗯,好像很痛啊 真的很痛啊 哎呦,都紅了,怎麼回事啊 不知道 可是你剛才說寫作業啊 寫作業本,這樣這麼好 路邊她買的貨應該沒有問題吧 不可能啊 這眼睛疼到底怎麼回事啊 因為解救故事的主人公寫寫作業的眼睛會痛的呢 莫非是她的作業簿出現了問題 為了求證案例當中的小朋友眼睛痛的確切原因 我們按照案例當中的作業簿,以她為藍本 去了不同的地方,購買了幾本類似的簿回來 現在我手上拿著的三本作業簿 就是按照視頻當中的那個案例的作業簿為藍本 在這個文具的批發市場買回來的 他們除了表面上的圖案、顏色和字體和文字 不一樣之外,其他都是一樣的 都是作業簿來的 我們打開來看看,翻開它裡面的紙張 好像這個紙張是比較薄一些的 再看看這一本 這一本就厚薄和剛才那本差不多 經我調查員的認真觀察,三本作業簿 從紙張的質感、紙張的厚度到紙張的味道 都沒有發現什麼問題,那問題在哪裡呢? 而他們聞上去的味道除了有紙味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三本的紙都是特別地白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白正的 特別是這一本,白到橙眼 那難道這些白就是令到報料人 眼睛痛的最寬和首? 帶著問題,我們上網搜索了相關的信息 對於作業簿的討論,網上的熱意還真的不少 有網友就說,買作業簿要選擇白一點 還有些就說,作業簿太白並非口事 會對小朋友的眼睛造成刺激 於是我們繼續在網上搜尋答案 隨後一名網友的回覆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作業簿只將個衣結白 特別在於在自然光底下特別搖眼的紙張 很容易會影響小朋友的視力 甚至有發禁止 種種的證據都指向作業簿的棒 難道小朋友的眼睛不舒服 真是因為作業簿太棒? 我們暫時還不敢網下定論 決定繼續進行調查 我們將這三個作業簿 拿到檢測中心做了進一步的檢測 結果,專家告訴我們 這三個作業簿的紙張白刀都超過國家的標準 紙張白刀超標說明了些什麼? 如果是長時間這樣做作業 對著這些比較白色的作業簿的時候 就會造成對眼睛有一定的刺激和傷害 特別是對眼的徵狀體和視網膜造成一定的傷害 嚴重的時候甚至會引起視力的減退和視功能的損害 其實有不少的學生哥都會喜歡選一些 又白又亮的作業簿 包括我自己在內 在讀書時期都很喜歡買這樣的作業簿 看上去心情會特別的舒暢 但又不會覺得對於我們的視力有什麼影響 如果按照專家所講 用這一類型的作業簿的話 那它是不是已經靜悄悄影響了我們的視力呢? 據一項調查資料表明 近年來中學近視眼率有急劇增加的趨勢 目前我國人口近視發生率為33%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的1.5倍 其中小學生為28% 初中生是63% 高中生為85% 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最新數據表明 我國小學生近視眼發病率為22.8% 中學生為55.2% 高中生為70.3%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近視呢? 中小學生每天接觸最多的就是作業簿 作業簿的百度越高 會不會是引發近視的原因之一呢? 我們還是通過實驗來求證一下 我們分別從文具店、文具批發市場、超閃 學校周邊的小賣簿 隨機買了四本紙張為白色的作業簿 現在翻面上放著的四本作業簿 都是在市面上買回來 很輕易就可以賣到的 而且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白色的 但是這些白色有錢有心 我們現在一打開來給大家看看 然後做一個對比 再做一個白的排序 好像這個就是畫畫簿 我們可以看到了 是非常非常白的 像這個珍珠橡牙白 很白,好像牆一樣白 第一本圖畫簿的白度 在鏡頭下面可以看得出 已經是白到有點發亮了 第二本作業簿的顏色稍微淺一點 四本作業簿分開對比之後 白到都不一樣 其實在市面上買回來的四個簿 雖然他們都是白色 但是他們白的程度都不一樣 有心有善 這次的排序就是最白的就是這個畫簿 繼而就是這個既作業的作業簿 再來就是這個單行簿 最後就是大本一些的單行簿 但是這些白是否真的會影響到我們的視力 為了求證作業簿 月白會不會影響視力 我們今天請來四位的志願者 來到眼科中心進行這個實驗 在實驗之前 醫生根據他們的個人情況 先對四位自然者用力區燈顯微鏡 檢查一下眼睛角膜、正體等狀況 然後再分別給他們測試一下實驗前的視力情況 以上兩個檢測完成之後 我們將四個在業本分化給每個自然者 並要他們在在業本上面抄著三字經 兩個小時後再測試一下 四位自然者的眼睛狀況及視力是否有變化 隨時測試的時間越來越長 四位自然者開始慢慢出現 不停在這裡擦眼、斬眼頻繁等眼疲勞的症狀 兩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再次用力區燈顯微鏡和驗光而 檢查一下四位自然者的眼睛情況 以及視力的情況 同學檢測四位自然者視力變化情況分別如下 一號自然者抄寫前後視力都沒有發生變化 但是眼睛就出現了幹劫症狀 二號自然者實驗前視力也沒有變化 但是眼睛就出現了模糊症狀 三號自然者實驗前視力為4.9 抄寫後視力降到4.6 下降了0.3 而眼睛也出現了模糊、幹劫等症狀 四號自然者實驗前視力為4.4 抄寫後視力降到4.3 下降了0.1 而眼睛同樣出現模糊、幹劫等症狀 回顧之前在業保百度排序的實驗發現 三號至四號自然者使用的作業保百度 都是非常高感 通過實驗我們知道顏色越白的作業保 真的會令到我們的視力下降 在這裡我又有一個疑問 到底是什麼令到這個作業保變白呢? 作業保白色一般都是添加了螢光劑 如果作業保顏色越白越光亮 就說明這個添加劑是越多 螢光劑是一種螢光染料 或者叫做螢光增白劑 是一種光學上面的增量補色作用 它可以吸收人肉眼看不到的紫外光 再發射人肉眼可以看到的藍紫色螢光 螢光增白劑廣泛應用於紡織、造紫、橡膠、塑料、油漆等方面 如果用在餐巾紙、一次性紙杯 方便面膠、學生在預保當中 通過這些途徑可能會間接進入人體 螢光劑不只是一般的化學成分 那麼容易被分解 而在一些人體內儲蓄 發生很多有效的作用 大大削減人體免疫力 它的毒性會積累人體的肝臟 或者其他的重要器官 會成為潛在的自能因素 原來這個螢光劑對人體的傷害是這麼大的 不過幸好對於我的影響不是那麼深 起碼我現在就沒有什麼近視 但對於那些抵抗力差一點的小朋友來說 而且他們的球學路還有那麼長 要長時間接觸這些有螢光劑的作業寶 後果不就是不堪設想 不知道現在市面上的作業寶 到底是否含有螢光劑 為了調查作業寶是否含有螢光劑 我們先來看看市面上售賣的作業寶的情況 走訪了幾家的文具店 大事不一 讓色不同的作業寶 臨狼滿夢 學生們經常用路的 填字架寶 英文練習寶 單行本 作業本等等都有 指出的顏色也分黃色和白色 價格和幾毫子到幾元不等 當我們問到作業寶是否會添加螢光劑時 老闆就實壓實質地向我們承諾 作業寶的質量是絕對有保證 究竟這些作業寶 是否好像老闆所說的那麼好呢 我們將剛才做完視力檢測的四本白色作業寶 收集起來 然後再購買四本紙張為黃色的作業寶 另外為了獲取更加準確的實驗數據 我們再次來到小學 隨機抽取學生作業寶四本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桌面上放著很多的作業寶 分別有這堆是之前做過視力檢測的作業寶 還有這堆是在學生哥的書包隨機拿出來的 這堆是在學校後門的士多仔買回來的 他們的顏色都不一樣的 好像這堆是白色的 而這些抽檢出來的作業寶 前面兩本是黃色的 而後面兩本是白色的 這一堆全部都是黃色的 在買這些黃色的作業寶的時候 他還跟我們說這些作業寶是防禁止的 究竟這些作業寶有沒有含有螢光劑呢 我們馬上進行實驗 在我手上現在拿著一個紫光燈 照出來的顏色就是紫色的 我們今天要用到紫光燈來鑑備作業寶 是不是含有螢光劑 在紫光燈的照射之下 如果仍是有紫光就代表含有螢光劑 如果作業寶含有螢光劑 那紫漿就會發出藍光 螢光劑含量越多 藍光就會越亮 到底這些寶當中會不會添加了螢光劑呢 馬上照一照就可以分表了 我們為了令到這個實用的結果更加明顯 我們會把燈關掉 為了更明顯地對比出紫光和藍光 我們準備了一張檢測過不含有螢光劑的紫 先在紫光燈的紫下面照射 可以看到光線顏色是紫色的 然後再來一一對所有的作業寶進行檢驗 先來照一照 先做個視力檢測的四本作業寶 先從這個紫當中慢慢移過來 大家看到嗎 非常明顯 這邊是紫色的 這邊是亮藍色的 而且這個顏色是非常非常明顯 非常非常鮮艷的藍色 可能大家就會有疑問 為何我們從鏡頭下見不到明顯的藍光 而是很亮的光 是因為鏡頭的鏡片組有很多塗層 目的是減輕光源 所以放在鏡頭的時候 部分光線就會被塗層淚除反射出來 但是從我們的實驗過程當中 用肉眼看到的顏色是千辛萬角的藍色光 而且藍色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繼續對剩下的三本作業寶 進行紫光照射 結果四本作業寶都照射出不同程度的光藍色 而且是非常亮非常深的藍色 今次的檢測我們可以知道 之前送過去做眼睛視力測試的四本寶 都是含有螢光劑的 接著來我們再對小學拿回來的四本作業寶 進行紫光照射 紫張為黃色的作業寶 通過紫光照射之後都沒有出現亮藍色 而白色紫張的作業寶又會是怎樣 在這個學生歌書包裡面抽檢出來的寶 它白色的話都是有螢光劑的存在寶 最後我們再來檢驗一下 從文具店買到的紫張都為黃色的作業寶 可以看到四本紫張為黃色作業寶 在紫光燈的照射之下都沒有出現藍光 所以從今次我們的實驗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無論從甚麼途徑拿回來的這些作業寶 只要它的顏色是白色的 都是有檢測出含有螢光劑的 而黃色的這些作業寶 都是不含螢光劑的 在這裡我就有一個疑問想提出來 這些白色的作業寶 既然被我們檢測出是有螢光劑的 那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再用了 我們現在來到廣東省造紫研究所 馬上將我手上的這些作業寶 給老師進行檢測 就可以知道當中含有的螢光劑會有多少 檢測人員用來檢測 檢測人員用來檢測 作業寶螢光劑的儀器是紫外線分析二 它的工作原理是用紫外光照射某些化學物的時候 它們受激光而發出螢光 當檢測人員將第一個作業寶 放到螢光檢測上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作業寶 發出很亮的螢光 接著學歷 檢測人員又將另一個作業寶 放在螢光檢測儀上面 亦都發現這個作業寶 亦都含有螢光劑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 整體的身體比較和 這個大致上面 不太多 但也有一點點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有螢光劑的物質 嘩!這些紙張是黃色的作業寶 居然亦都有部分幾個含有螢光劑 我們先前用紫光燈照射 沒有發現螢光 但通過專業的儀器 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 這些沒有被發現的螢光劑 另外我們在檢測當中還發現 有些作業寶封面上面 居然亦都含有大量的螢光劑 好像這個寶 它雖然很久 而沒有帶它 封面很多 因為封面都是用銅板紙做的 銅板紙通常螢光是比較多 通過紫外線分析二的初步檢測 白色紙的作業寶毫無疑問 是含有螢光劑 大部分顏色是黃色的作業寶 亦都含有少量的螢光劑 甚至連封面紙也含有 那麼它們具體含有多少個螢光劑 接著學歷檢測人員 將對它們進來的含量檢測 4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送件的12個作業本朗中 螢光劑的含量都是參差不齊感 而數值亦相差非常大 其中螢光劑含量最高的是圖畫本 含量達到每千坑1464毫坑 最低的作業本 最低的作業本螢光劑含量 我們可以知道 作業本越白 增加的螢光劑就越多 長時間使用這些含有大量螢光劑的作業本 對青少年精眼影響非常大 既然螢光增畫劑對青少年的眼睛影響這麼大 螢光劑是否還有必要添加學生的作業本 其實可以說沒有什麼必要添加 其實我們從我們角度來看 如果有些少黃色的紫 就是比較保護眼睛的 其實我們是提出用這種紫 回顧我們先前的調查 越白的作業本的確是會令到我們的視力下降 到底作業本的白度要去到怎樣才為止適中 我們帶著這12本的作業本 再次來到造紫研究所 但這一次我們要對作業本進行白度的測試 我們想知道這些補的白度要怎樣做檢測 其實我們後面有一台色度儀 它就可以測白度 還有可以計算它的螢光增白度 就是裡面的螢光增墨劑對白度的提高的影響 都可以計算出來 這樣好了 接下來就交這些布給陳老師 幫我們做檢測 用這個色度2 好的 謝謝 測試白度的儀器是白度色度2 專家介紹說 根據國家標準 450納米的藍光會作為入射光 入射到紫張就會有一個反射光 以藍色照射氧化尾標準版 表面的反射率的百分率 來表示是藍光的白度 百分數越高證明白度越高 究竟這些作業本的白度有多高 好,我們馬上請來檢測人員幫我們檢測一下 20分鐘過去了 通過儀器檢測發現 我們隨機購買了這12本的作業保 結果紫張為白色的作業保 白度都非常高 有些甚至還超出國家規定的白度 那紫張的白度達到多少才是合理的呢 我們其實國內都有相關的標準 對於中小學教科書用紙 和學生本茶的白度是作為一個要求的 我手上這份就是 中小學教科書用紙印出質量要求及檢測方法 明確批定了中小學教科書用紙用到的 好像是家養書安紙一樣 它要求白度限制是72度至80度這個範圍 就是這種是比較低的白度 還有一個學生的聚寶補冊那些要求 白度都是低於85度的 跟這個用於印書的版印刷子 最高限制是一樣的都是85度 剛才陳老師就幫我們做了一個補的白度測試 現在比較白的三本補 就已經拿在我的手上了 只要它的白度超了標的話 也就是說它相應的螢光七八劑也會比較多的 那到底怎樣我們在買聚寶的時候 可以避免不買到那些含有螢光真白劑的補呢 還有我們要如何鑑別它們呢 其實呢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它那個聚寶本身是 就是看起來是有些淡黃色的 或者是比較不是白色的 就是淡黃色或者米色的 它通常含有螢光真白劑的紀律就不太大 即使是有應該都是很少的 但是如果是白色或者甚至是有些灰白色的 那這些可能就特別是灰白色的那隻 就是含有螢光真白劑應該是比較多的 那如果我們買回來可以用紫外燈來照一下 譬如是那些鹽叉的那些燈呢 簡易地照一下也可以的 即是在黑暗中 如果你照在章子上面 它是有發光的 那就是含有螢光真白劑的 有紫章、含不頭的不良習慣 養成隨時洗手的好習慣 無論是面對怎樣顏色的作業寶 都要保持正確的寫作姿勢 用眼時間也不可以太長 注意適度休息調整眼睛 避免視力疲勞 這樣才可以保護好隻眼睛 所以說以後無論是家長 或是學生哥本身在買作業寶的時候 都不會選一些印花特別花巧 特別精美和紫章 尤為結白的作業寶 因為特別白的作業寶 很有可能裡面的螢光劑都會特別多 看得多對於我們的視力 亦是有影響的 所以說在買作業寶的時候 其實好像我手上這一本都不錯 簡簡單單這樣 好 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如果電視機前的你想了解 更多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八點半 鎖定公共頻道生活調查團 下期同一時間我們再見了 拜拜 公共核導 是什么你给你帮我